台中警方破获了一个诈骗集团 专门用整合债务为借口 教民众如何降低利息还钱 但是这其实是诈骗卡儒的手法 让他们没有还了旧卡债 结果又欠了新债 这诈骗集团借口是可以降低利息 就和刷卡公司串通把卡给刷爆 让债务缠身的被害人 现在又欠下更多的卡债 短短一年这不乏所得高达上千万元 有数百个人受害 警方提醒除了银行之外 没有任何人都无权降低应付银行的利息